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对欧洲的小镇念念不忘 今天就让我们去传说中的捷克最美小镇找找答案 克鲁姆洛夫小镇俗称CK小镇 北联合国评定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在捷克它是仅次于布拉格的第二大热门 来捷克旅游的人们基本都到过这里 小镇历史悠久兴盛于十三世纪 而且保存完好基本保持着中世纪的原始样貌 这也是联合国将它评为世界遗产的主要原因 但小镇却并不因为定格在中世纪而显得古老和破旧 相反满城粉墙红瓦的明艳色彩映沉在青山绿水之间 反倒让古镇显得清新秀美 蜿蜒的福尔塔瓦河穿承而过 让小镇在流淌的水光中增添了几分灵动 克鲁姆洛夫城堡和圣维特大教堂是小城中最显眼的地标 两个伟岸的建筑傲然助力 又让小桥流水人家的小镇彰显出一种高大挺拔的贵族气派 城堡和教堂都宏伟壮观 特别是城堡 它沿山而建 气势归宏 比想象中的规模还要庞大 城堡上有最佳位置的观景台 整个克鲁姆洛夫小镇像明信片一样的风景尽收眼底 但其他的也就是一些小景点了 像什么市政厅 市政广场 小博物馆之类的 整个镇子上也没有什么非看不可的重量级文物 到CK小镇 似乎最值得看的也就是环境和建筑 整个镇子本身就是一件完好的历史文物 像是被时间遗忘了 失落在一片僻静的山水之间 镇子的故事也并不复杂 无非就是古代时 小镇因为地处在一条主要的商路上而繁华 因为繁华而被许多贵族占据 因为贵族的入住而被不断的建设 于是就成就了他美好的样子 因为他的美好 他的拥有者们都不忍心打仗 于是有人争夺的时候就举手投降 或者是想办法把他卖出个好价钱 而新的拥有者也珍惜他的美好 始终修旧如旧 所以小镇一直都没有受到破坏 长期保持着他最富足时的样子 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如此迷恋这样的小镇呢 小镇再美 毕竟总是和现代生活有些格格不住 很多人总是说小镇像童话世界 我倒觉得小镇更充满了市井气息和人间烟火 只不过这种悠闲散散漫的人间烟火 在当今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背景下 让人们觉得陌生与不真实 就像一个梦境 这样的梦境 梦境却契合了多数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平静安宁 不喧哗不忙碌 蓝天白云下绿水青山间 可以自由的呼吸放松心灵 人与人之间彼此相识 亲切而温暖 就这样一座小城就好 简单的生活 甜淡却有滋有为 也许这只是游客们的一种想象 小镇的生活未必真的如此美好 但至少我们在小镇上旅行时 会暂时忘掉世俗的烦恼 至少我们一直在寻找和追求 内心所向往的家园